悟空闹电影信说不胡说 今天跟大家讲一讲泰国经典恐怖片《鬼舞虐》 有五个片段故事组成 第一个名叫索命棕吕树 主角是不良少年阿培 他喜欢和伙伴骑着摩托车 在路上像过往的车子投石子 砸坏他们的车窗 却无意中害得父亲出了车祸 当场去世 母亲为了让他逃脱法律的责任 送他去寺庙反省 想等风声过了之后再来接他 可寺庙的生活很苦 偏僻的山野 遮天蔽日的树木 阿培一想逃跑 受不注意就走错了路 来到了一个祭坛 长老说这里是举行祭祀的地方 村民们用食物供奉饿鬼 等到明晚月缺之时 他们就会吃饱并且离胎 阿培并不相信 还在夜晚饥饿的时候 跑到外面偷吃供品 不过祭坛底下的食物都是生的 他便开始自己煮 这时出现了一位师兄 让他停下来 因为这个时间 作为僧人必须要进食 阿培不肯 奇怪的事情便发生了 食物自动悬浮在空中 祭坛中间浮现巨大的鬼影 他这才发现 长老的话句句属实 跑回坊间里躲了起来 可是四面的窗户 猛地打开又关上 巨型的怪物 不停地在周边环绕 阿培就这样 在痛苦中过了一夜 到了第二天 长老们发现 棕榈树倒了 很是不安 因为这是凶兆 预示这恶鬼 将会投胎到人类的身上 阿培害怕又气愤 想要离开 长老却在多待一步 等月缺之时过去了 才能安全 阿培就受不了了 独自下山 很快就迷路了 手机也没有信号 师兄再来找他 把他带到一个反思的山顶 想他在这里 临死小谈 各位长老 在为他祈福祷告 看能不能躲过一层 可是这夜晚怪事 再次发生 鬼怪的身影闪现 他不停劝告 飞奔了出去 傻傻地 跑向了黑暗的树林 知道错误 仍旧不肯悔改 继续用石头 当武器砸人 最终死在了四周 不断飞过来的石头之下 这个故事根据真实事件改变 据说泰国很多小混混 喜欢网路上抛石头杂人 引发了不少的事故 导演大概是想用这个故事 让大家言以为戒 好了 我们接着来讲第二个故事 同房鬼病人 主角阿良因车祸骨折 和一个即将去世的老爷爷 住进了同一个病房 但是这个阿良 臭毛病很多 你说你住院就住你的了 腿都折了 不应该消停点 睡觉发呆吗 但是他就不 闲得无聊 开始观察隔壁病床的老爷爷 后来得知 这位老爷爷很有宗教背景 是个大师 教徒们一大堆 纷纷来到医院 为他祈福 希望医院多留他一把 他就更好奇了 夜里被电视机的声音吵醒之后 非得手剑 拿吊平支架 挑开隔壁床的帘子 看人家死了没死 真是好奇心 害死猫啊 殊不知这一眼 老爷爷就盯上他了 拼命地掐着他 阿良吓得不惊 跟护士说想要换床 可医院的床位却都满了 他也不敢睡了 时刻警惕着 诡异的事情再次发生 这老爷爷完全不像将死之人啊 力气大的惊人 阿良四处求救 护士却不听他的 直接给他打了一针镇定剂 让他昏睡过去 结果老人再次来袭后 纠缠一番 天亮了 老人去世了 可阿良却像换了一个人一样 性情大变 原来真正的他已经死了 现在他的身体里 已经被宗教长老附身 而昨晚的护士长也是教徒之一 为的就是帮助长老 完成强行的转世投胎 第三个故事叫做 《亡命背包客》 开场一对在泰国旅行的 日本青年想要搭便车 拦了一会儿 终于有一辆卡车停了下来 里面有一个司机和一个帅小哥 他们坐上去后还没开多远 后面车厢突然就发出 大量碰撞的声音 像是有什么人在打架 司机不但不停车 反而立马改道 开向一条偏僻的小路 等到了无人的田地里 他们才下车 打开后门一看 里面竟然全都是死尸 且已经产生了变异 原来他们干的是 用活人运送毒品的勾当 现在包装破裂 人全部都毒死 司机又把他们全部扔掉 帅小哥也前来帮忙 在地上扔了一大堆尸体之后 日本小哥看不下去了 强烈的正义感 想要把他们抓捕归案 结果这故事里的毒品 成分清奇 居然把死人硬生生的 变成了丧尸 日本小哥领了盒饭 司机立马开车逃跑 帅小哥也拉着日本妹子狂奔 开始了一场大逃杀 终于躲进了车厢里 货车却在疯狂飙车的过程中翻了 司机死了 只剩下后面的小哥和日本女孩 侥幸活了下 这时开来了一辆车 刚想求救 可里面的人也被僵尸杀死 这时货车里剩余的人堆里 爬起来了一个小孩 看起来很正常 帅小哥心里清楚 他也吞了毒品 想要杀了他 小孩却向日本女孩求救 语言不同的三人陷入了混乱 最后女孩为了保护小孩 杀死了帅小哥 然后开车载着小孩 到了友人的地方 想着终于能得救了 转头却发现 小孩已经变异了 他哭着拿起了枪 两声枪响之后 却是小孩从车里走了出来 日本女孩意外的被小孩给崩了 之后他扑向了人群 开始了一场鲜血的盛宴 第四个故事叫做 王魂二手车 主角是把报废车改装成 二手车骗人的不良商人 经常把发生过交通事故的车 卖给别人 这次被一个顾客发现了问题 于是把车退了回来 骗人总还是不对的 商人也就不得不同意了退货 到了夜晚他要加班 于是把孩子带到了公司 让他在废车间玩 不料孩子却不见了 他赶紧一辆车一辆车地寻找 以为孩子在捉迷藏 却怎么也找不到 紧张地查看惊恐录像 发现儿子在一辆车里消失了 正是今天退回来的 出过事故的车 里面居然有一个人影 而自己刚刚明明找过了 里面什么也没有啊 再去查看一番 因交通事故死亡的人 却接连出现 他越发地交集 但还是放不下儿子 在几个车子之间来回穿梭 用得浑身是伤 还被关注 被迫重复鬼魂死前的场景 看来他的每一台车子 都不是很干净 他想要离开 找人来帮忙 可自己的好车却开不动 他费了好大的劲 才把车开出门 却发现孩子躲在隐情概念 已经面目全非了 只能痛不欲生地哭泣起来 最后一个故事 惊魂鬼片场 发生在一个正在拍摄鬼片的剧组 这戏还没拍多少 饰演鬼的女孩却病倒了 剧组成员A 陪着他去了医院 他却坚持回来拍戏 吓得人不轻 另一边在医院里 医生却下达了通知 说女鬼演员病重不治 已经死了 留在医院里的A 通知了剧组成员 小伙伴直接被吓傻了 身边这位 他到底是人还是鬼呀 想要逃跑 可却被其他人抢先了一步 剩下的三人欲哭无泪 女鬼回来 肯定要完成自己未了的心愿 如果现在三人也跑了 一定会来找他们报复的 于是壮着胆子 继续拍摄 可女鬼却不见了 几人被吓得是屁股尿流 把电灯都弄坏了 在黑暗之中 他们强行念完了台词 然后开车逃跑 路上遇到了刚才打电话 通知他们的A 便想带着他一起跑 突然 他的头上开始流血 还是止不住的那种 原来 刚才打电话太过匆忙 他出了车祸 三人懵了 咋到哪都能看到鬼呀 这肯定是天要亡他们的 A一头雾水 且是说自己没死 刚才撞车的时候 他已经下车了 女鬼也跑来说 自己也没死 是从医院逃出来的 感觉自己还能回去 再抢救一下 这时才发现 全部都是乌龙 医生是个双胞胎 他们弄错了 悬着的心终于放下来 开开心心准备一起去医院 结果 这时睡眠不足的 另一个女演员来了 一边打瞌睡 一边开车 直接撞了上去 这下不用害怕了 全员都要变成鬼 故事到此结束 两个小时 对于一部容量 多达五个故事的恐怖片来说呀 质量参差不齐 是不可避免的 但这部电影里的故事 基本上都是短小精悍 精彩之处有很多 还融合了泰国的传统风俗 还是挺不错的 推荐喜欢的小伙伴们去观看哦 好了 今天的故事讲完了 喜欢就点